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谈中美之间的冲突 它的实质实际上是文明冲突或者叫文化冲突 那么我曾经在4月9号的时候跟大家讲了 就是在3月31号讲4月9号是一个拐点 那么还有些人看到美国从4月9号以后发展出来的 不管是新增病例也好还是死亡人数也好 都是巨齿型的 都是巨齿型的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那么我还是认为我是对的 因为我是这样说的 就是如果你把美国50个州分成50份 然后用我说的4月9号来去衡量的话 大部分州都是符合这个4月9号以后就开始下降了 如果差两天没关系 那么也就是因为从4月9号开始下降 那么连续14天以后甚至是快三个星期的时候 然后美国白宫才做出来准备要复工 准备要恢复英文叫reopen这样的决定 就是没有这个连续下降 那么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定 所以这个都是互相都是认证的 那么为了给大家说明这一点 我特意把纽约州这个今天州长给大家放的这个图 就是关于新冠状病毒住院的人数 每天住院的人数 你可以看到在第二高峰 第二高峰的那个点是4月9号 我认真数第二高峰的那点是4月9号 从4月9号开始就下降 所以大多数州都是在4月9号左右开始下降 但是全美国的这个新增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像锯齿形样 那4月9号以后像锯齿形样 所以我还是坚持这个这瓶酒还在这 因为大多数州都是持续性下降 然后呢国家才能做出要准备reopen重新开放这个决定 如果是所有的地方都是锯齿形的 那国家不能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他说了必须要观察14天连续下降 好 那么我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的这个这个诱因呢是这样 就是前两天大家都知道 那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和那个一个亚裔的一个女记者 两个人谈话的很不开心啊 那个亚裔女记者就问他说 你做了这么多的检查 病毒的病人的检查 但是你死亡率这么高 意思是说 他的暗示的意思是说 你这没啥用啊 你做检查没啥用 你没有死亡率没降低下来啊 那么 川普很不高兴 然后川普说 你这话 我们死亡率这么高 你应该去问中国 他很不高兴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非常替川普解一个威啊 就是我替川普 因为川普的那个官员 还不到我这个程度 我给大家解一个威 就是说 从我的观察来看呢 5月21号是一个转折点 5月21号是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5月21号转折点 是天启 那么第一个理由呢就是 2003年的5月21号 是中国非典的最后一个病人 最后一个被诊断的病人是5月21号 我们拿这个做一个 你说话总是有根据嘛 拿它做一个根据啊 因为呢5月21号以后呢 就天热了以后 然后非典突然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非典的这个病毒呢 是冠状病毒 我们这次病毒也是冠状病毒 他们都是同一家的 我认为它一定有同样的本性 同样的特点 就是遇到热了以后 它就不行了 我没说到了 5月21号突然就没有了 但是5月21号天热以后 然后这个 在美国肆虐的这个新冠病毒呢 它的这个治病的能力就突然下降 所以我替川普回答 这个全国人民问的问题 5月21号以后 我们就看到好日子了 我又是马前炮 虽然我马前炮有时候说错 但是我总认为 心里有主意的人 比心里没主意的人强 我最佩服的是川普 心里一股主意 我还佩服就是 Dr.Forge 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有跟政治家不同的看法 他能跟人家吵 能够说电话 我也不能把他推下去 所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Dr.Burke 就是心里没主意 你任何问他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官腔 没主意 我就是一个心里有主意的人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不怕我说错 但是我就把我的道理跟大家说出来 让大家心里都听了以后觉得有意思 那就可以了 5月21号 美国是一个转折点 5月21号 为什么美国是一个转折点呢 那么我们看 在美国最糟糕的三个州 第一个是纽约州 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图是纽约州 第二个是黄色的图 是新德西州 第三个是马省 麻州 麻州 绿色 这三个呢 是美国五十个州最严重的 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它严重到这三个呢 它的人数的每天 累积人数呢 放在这个上限放在 三十五万 下限放在五万 下限放在零 就是上限放在三十五万 其他的呢 都 其他的州呢 都是比较低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这三个州呢 如果情况有好转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国家这个图呢 就很好看 就是 这是这个 维基把这个 美国这个两部分分开 最严重的三个分开 还有其他的不严重的放在后面 因为它不能摆在同一个图里 摆在同一个图里 那个不严重的那个曲线就看不清楚 所以 这是最严重的三个 蓝色的是纽约 黄色的是新泽西 那么绿色的是 马斯基督斯 麻州 对 这三个都在我们旁边 这三 为什么这三个这么严重 这三个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冷 第二个它人多 就那个 纽约西和纽约 那些挨得很近 也就是挨得近的部分 纽约西是个长条形的 上面是北侧 下面是南侧 据我知道 就是北侧的部分 和纽约州 纽约市差不太多 所以 如果这三个州 它的天气的情况 在21号左右 有明显的改变的话 那么 如果按照我说的这个 就是天气改变以后 然后病毒的能力就下降 那么 这个 这三个都下来以后 全国就会 情况就明显的改善 因为这三个是最严重的 据两个例子 说明这个 我说的这个 纬度论 我说的这个 天气冷的 这个情况 据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 俄国现在是闹的最厉害 为什么俄国现在闹的最厉害 五月份闹的最厉害 因为俄国五月份的天气 很可能和武汉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天气差不多 只是它冷嘛 它比我们冷嘛 我们闹完了它闹 这个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知道最近报道就是全世界的肉类加工厂 它的车间里边的工人 有爆发感染这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它工作的这个场所是密集的 是密闭的 另外人多 还有一个是冷 所以这两点都说明 这个温度对这个活性 对这个新冠病毒的活性来讲 有影响 所以我们盼望着5月21号 等到这个 这三个州的温度有明显的提升 热了以后 然后这个病毒在这三个州呢 就一下显得没那么大的致病力 所以大家记住了 我再回顾一下 我说的这个 纬度论 我说的温度论 那这是我先说的 纬度论 从中国底下南侧是北纬23度左右 因为台湾是23度 然后到上面 美国最上面是北纬49度 这个期间包括了中国 南韩 然后这边有伊朗 这边有 意大利 然后是西班牙 然后这边是美国 所以如果 我们这三个州 它的情况在5月21号明显改变的话 那么同时在 同时在这个 中国和美国这个纬度 同样纬度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 他们的情况都应该有所改善 所以这就 这个预言就比较大了 但是我尽量把 我们想到的告诉大家 给大家一个新的 一个思考的线索 那么好 我们现在看 5月21号 是我说的 5月21号 因为是2003年 中国的5月21号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非典这个病毒来讲 冠状病毒来讲 非常有意义的 是一个转折点 过了5月21号 就没了 这个事 因为天气热 对 那么我们纽约呢 也 刚好是碰到了 今天特别倒霉 本来是4月16号 就挺暖气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都特别冷 真的是多了一个月 真的是多了一个月 本来是4月16号 就应该暖起来 这个病毒就不行了 结果真正是暖气 用暖气都多了一个月 所以现在呢 我就把它说成 5月21号 说个左右吧 这样大家 我也比较放心一点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天气即将发生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 先看纽约 纽约市 好 纽约市我选的点是 纽约市我选的点是 弗拉圣 弗拉圣就是 Queens地区这个点 那么我们把它看到 5月21号 看到这个 5月21号这个日子 那么我们往前看 一个星期 往后看一个星期 我给大家读一下 往前看一个星期 就是从14号 看到21号 往后看一个星期 21号到28号 你看他们俩的 比较 我讲的是21号 是一个转折点 左右 我给大家读一下 往前看一个星期 14号开始 是温度 最高温度 是64度 81度 77度 等一下 77度 62度 60度 62度 69度 好 21号那天 74度 77度 73度 75度 75度 86度 87度 28号74度 60几 然后70几 然后到80 这一个转折点 这果然是 果然是被我说中了 那个温度被我说中了 好 我们来看 日和空 尼 Mun 尼 尼 我选的是New Jersey 我选的是Newark Newark在北侧 据说Newark的发明率很高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21号 21号那天是75度 因为它和纽约差不太多 很近 开车从 从这个纽约开车 大概一个小时就到Newark机场 那么14号开始到21号 是65 83 78 62 62 64 75 78 75 76 88 89 76 明显的两个差别 我们就看这个明显的差别 能不能带来 这个病毒明显的能力减弱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就是我们说的麻肉 麻肉比较冷 那么我选的点就是波士顿 因为波士顿人比较多 好我们看到21号 21号那天是71度最高温度 好我们从14号往21号数 67 65 62 56 56 61 55 59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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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69 70 82 83 68 所以 60 60 70 80 果然在5月21号的时候 就是天宫做美 特别帮我的忙 在21号 这个21号的时候 这个温度真的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我们希望这个明显的改变能够让病毒觉得很难受 然后整个这三个州的情况突然好转 那么全美国的情况突然好转 我替川普总统回答大家的问题 大家等着5月21号左右 然后这个情况就改变 因为川普总统现在看到巨齿型的这个变化心里很烦 心里很烦 OK 我替川普总统做点事啊 好 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深的问题 比较深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冲突非常非常的严重 甚至连这个竭力想维护中美关系的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他都写文章说就是以前的关系回不来了 我们想办法就是发展新的关系 他是务实派 他是对整个从这个三月份 赵立坚开始说那个美国军人带病毒到武汉这件事开始 他是非常生气 他非常生气 他知道这会儿要出大事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维护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一直在说我代表在美国我代表中国 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情况他是 现在战狼是主流 战狼阵主流 所以像崔天凯这样的人都不能够纠正这个错误 因为这个错误太大了 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问题就稍微深一点 这个我先说我是这个福亚马 他们把这个中文叫福山 我是福山的一个追随者 我跟大家讲过福山的故事 他是最开始预计可能苏联会有问题 结果苏联有问题以后 他就开始讲 就是说现在世界大同了 然后呢 美国和英国的这种文明制度呢 大家都来学习 全世界都是这样 我当时我也在90年代的时候 我也是想法是一样 都来学习 到时候过了30年以后 然后没有什么人能够学得上 就他就改变主意了 他改变他说法 他说法就是说 美国和英国的他的这个成功 是偶然造成的 所以这也是我学习继承下来的一些思想 那么我是一个福亚马的追随者 那么他写的书我都要读 他特别好的就是 他特别对我来讲特别有利的就是 他因为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地方请他去演讲 人家演讲完了以后 就把视频放到这个 这个YouTube上面 我就可以跟随他的演讲 来学习他的这个知识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听人讲课 比你读书要容易的多 要容易多 你读书的时候 你会在一些字句上 会磕磕磕磕磕 你听讲课的时候 你不会磕磕磕磕磕 因为他用他用口语 把他要说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用很简单的语言 说很深的问题 所以他是每一个讲座 我都是听的 每一个讲座都听 我也特别lucky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人请他讲 那么这次呢 我又是听了他一个比较新的 一个讲 虽然不是最新 但是相当新了 那么上面写的呢 是2月17号 今年2020年2月17号 他在挪威一个演讲 那么因为在这个演讲中 有人提问的时候 就讲到中国的 中国的新冠病毒爆发的情况 所以这个2月17号 也可能不是对的 但是他一定离2月17号 那如果不对的就2月17号以前啊 他一定离2月17号不太远 因为里面有人提出来说 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事 所以我先说 这个发生的时间 因为我要追随他最新的观点 那么他就跟大家讲了六个问题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因为我是想通过学习 Fukiyama他的政治哲学的观点 然后用他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也是看今天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那么他主要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也是他最近几年很成熟的观点 这观点呢就是identity identity就是他写的书 观点就是identity 这本书是 我看一下啊 这本书是他 我记得是比较新的一本书 2018年 这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 那么他呢 现在这两年呢 一直在谈他的这本书的观点 identity 什么是identity呢 identity的意思就是说 某种情况下 人和人之间的认同 比如说我是维尔族 你是维尔族 我们就比较亲 我是河南人 你是河南人 我们就比较亲 这个叫identity 认同 某种情况认同 那么他出这本书的原因呢 主要是他发现 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 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变化 西方国家的变化 他的变化呢 就从原先呢 是和苏联 阵营对打的时候 那么两边都说 我这个方法能让人民幸福 能让人民吃好饭 能幸福 那么最后呢 苏联呢 没有让人民幸福 很穷 所以大家就放弃说 你说假话 我们不听你的 我们要走西方 那么西方现在出了很多问题呢 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的问题呢 就是过去30年以后 这个identity的这个 identity的这个问题呢 出现了这个 上升到主要的这个矛盾层面 那么他举的两个例子 就在他27号讲话的时候 他举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他举的那个匈牙利 匈牙利因为他们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这个血统 我们是一伙的 所以即使是你是匈牙利人 你在国外 你也是匈牙利人 你也有投票权 但是 如果你不是匈牙利人 你在匈牙利里面 你也不是我们这一伙的 这个就是identity的意思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identity的意思 那么 那么我再解第二个例子 这是他说的 就是英国为什么要脱欧 英国为什么脱欧 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全球化错了 现在全球化要收场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量的外国人 利用这个欧盟的这个机会 然后进入英国 然后使得英国人觉得 英国不像英国 所以英国脱欧 就是想让东部来的穷人 就是东欧的穷人 和南欧的穷人 比如说西班牙穷人 让他们不要来 让他不要影响 这个我们英国原来的样子 好 就是他说的两个例子 我说第三个例子 就是前不久 慕尼黑开的这个会 那个奇迹开的会 那个安全 安全会 它的题目叫West West就是西方文明 西方价值 Lis就是Mill Nis就是名词 就是会议就是说 我们原来西方现在不像西方 所以大家明白了 现在他整个在收紧 这观点 特别是美国川普总统 他说的美国优先 另外他曾经说过这个话 就说他不希望移民来 然后特别说 如果你不赞同我们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你为什么要来 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我学到东西想分享给各位 原因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中美之间的冲突 它的最深处是文明冲突 是文明冲突 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 这个是我们是对西方人来讲 是我们一伙的 我们是认祖归宗 而那些和西方基督教文明 没关系的 他们应该是野蛮人 所以真正的冲突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冲突 是西方基督教文明 要排斥其他的文明 比如说中文说的所谓的中华文明 西方基督教他的文明他不承认 他不同意 他不认同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伸出 要把它说出来 是因为我看到的现在中美之间它的冲突 中国方面从来都不知道 不认同 这是一个文明冲突 那中国方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鸡铜鸭讲 所以即使是像有崔天凯这样的非常明智的人 他想解决这个问题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文明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说我们贸易怎么样吃亏 我们多买你点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说在这个新冠病毒上面 来源方面我们什么科学什么道理如何如何 你都可以说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文明的问题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中美之间冲突 我从开始我就跟他讲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一块臭肉 我就说了 因为你不在基督教文明 我讲基督教文明 大家会想到南美洲那边也是基督教国家 那我说的是西方 我就是西方 西方的基督教文 所以真的它的深处是identity 就是我和你是一伙的 我们是一伙的 中国人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为什么我们是一伙的 因为我们的爷爷奶奶是念同一本圣经过来的 你也可以说 这个川普这个当选以后 就提高了这个白人精英的他的这个社会价值 我说这话就有点种族主义 但是即使是我说的种族主义 也是跟identity是一回事 就是我们这些人认同 比如说川普这次 他总是找州长来开会 那么我也是看到这个纽约州的Cumo 他为了找到朋友来帮忙 还在他的会上演示了这个其他州的州长支持他的这个VD 那么所有的我能看到的这个 就是跟这次我观察白宫的新闻 观察Cumo的新闻 能看到州长全是美国的白人男性 我知道肯定有些州长他一定会 一定都是白人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你说白人至上也好 白人精英文化也好 白人文化也好 精英文化也好 美国精英文化也好 你说他是总主义也好 但是他都反映了一个identity 就是我们这伙人我们是认同的 所以 英国人居然说我们要退欧 因为我们的英国现在不像以前的英国了 不像以前我们白人统治的英国 他们有一个玩笑不是说吗 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去教堂了 但是来的穆斯林实际在那盖他们的情人寺 所以然后以后就把伦敦就改名叫伦敦斯坦了 这是英国人最不喜欢 这是英国人最恨 所以 英国人脱欧和美国人现在这种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是完全是一回事 心里面是一回事 就是 我们是高尚的 我们是优秀的 基督教西方文明 你们神秘也不是 你们 我们不跟你们扯 我们不跟你们扯 所以 我的话说完了 大家记住就说 从 很早开始 他从18年开始 两边就已经开始分开了 众美国人就打起来了 那么 根据我说的这个 文明冲突 文化之间的冲突 那么如果这个是他的他的他的心里面内心的内涵 真正的想要说出来但不愿说出来的话 那么中国现在到起今为止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鸡同鸭脚 即使是中国有人像崔天改那样的人想改善中美关系 不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 呃 丝毫不能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对吧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都是死路一条 谢谢